人家都把主场交给你 好歹打通电话给你 落零落 你不能视为理所当然 因为是你在选举 王金平不选 我告诉各位 不选最大的 但是 当你的态度 你表示出来都是不选最大的时候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永化直播的主讲人 张永化 7月5号下午6点 下午18时 凯撒饭店见 这是我在7月5号上 我接到了一封通知 他是说 今天会有130多位的立委 由王金平出面组合 帮侯友宜造势 这是王金平帮侯友宜 成立的第一个 侯友宜后援会 王金平事实上 就是因为侯友宜去看他 希望王金平担任他的主委 但是王金平是认为 如果他真的担任主委的话 他跟国民党党中央之间的磨合会很多 那其次呢 国民党的很多深人在看 王金平是 所以王金平非常聪明 他就是说 他会帮你去后援会 但是主委他不干 你还是另行高于 因为他知道 他跟国民党之间 真要干这个位置的话 就从此以后 要陷入到磨合阶段 所以他干脆担任一个 后援会的会长 那就算了 那他说到做到 帮他 帮他找了130多位 这里面还发生了一件插曲 所谓的插曲 侯友宜一通的未问电话都没有 王金平还是帮他 王金平至少三度拒绝帮郭台铭 这个是对得起侯友宜了 那其次 他在筹组的过过程当中 王金平是一个一个一个打了电话 侯友宜连一通关切的电话都没有 只是接到王金平 就是说跟王金平之间的联络 只是谈到了一些造势 他没有想到 能不能打电话给初宋之 能不能打电话给潘伟刚 能不能打电话给某一些利物 侯友宜一通都没打 我告诉各位 事实真相就是这样 事实真相就是这样 就是好像王金平帮你组后援会 那些都是应该的 这里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王金平三度拒绝帮助郭台铭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对国民党尤其对于侯友宜的心理 但是因为他也三度拒绝了担任主任 当然会引起一些人的不高兴 但是王金平应该做的他都做 那过去的就不用谈了 至少他后援会把你弄得漂漂亮亮 在台湾政坛柯文哲能够找到130多个立委 然后赖清德可以找到130多个立委 但是王金平要帮你组后援会 你侯友宜就是说 感激两个字至少我顺着名单 我一个一个打电话 谢谢你们支持 一通电话 这里面就是告诉 就是说侯友宜对于所谓的一些礼数 好对于所谓的一些礼数 他是视为理所当然 那讲的难听一点 他对王金平这样子帮助他 都是用这种态度 我想请问一下 我想真正请问一下 他对侯友宜根韩国瑜的态度 应该会比王金平等得下之吧 今天为什么讲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 我是第一个在台湾第一个我就讲的 王金平7月5号会帮侯友宜 进行请侯少事大会 那到了今天早上那我去问的时候 原来侯友宜认为是说 理所当然理所当然 他会要感谢王院长 但是你感谢王院长 那其他帮王院长跑腿的 你有没有打过一通电话 有没有打过一通电话 我只问这一点 就是说今天的130多位 当然复婚期我饶早我就讲过 他是不会支持侯友宜的 复婚期那我老早我就讲过了 那国民党七个中常委提案 那也是复婚期发动的 这一些 好这一些都是我已经讲过了 我就不讲了 我就单单讲王金平 王金平在蓝营的心目中 是负面的形象 但是他还是站得出来帮侯友宜 况且他还是第一个站出来 帮他做后援会 可是我们看看侯友宜的态度是什么 事实上王金平也劝过国财民 王金平也劝过邱文哲 就是说能不能合作 因为毕竟这个事一件大事 你王金平当然想要下架 你紧张 但是他受到的待遇 那是什么 所以我们今天看 7月5号会发生这么多的事 完完全全跟侯友宜的人设有关 那侯友宜的人设 我那我可以讲 他们说他老实 有人说他是水牛 有人说他是老 我是台湾第一个讲 侯友宜的人设不改 他的选举能够帮他忙的人并不多 我是第一个并不看好侯友宜的人 其实坦白来讲 从3月4号到今天 我都不看好侯友宜 原因非常简单 任何人跟他讲的话 他未必肯听 他虽然讲他是穿梭阴阳界 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 他就穿不透 他就穿不透四个字 人情世故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 你来看7月5号 当然王金平会非常热闹的 帮侯友宜进行造势大会 可是问题是说 造势大会完了 是不是大拜拜完了以后 吃了一顿大家又拜拜来 大家又拜拜来 坦白说了 7月1号 我那个时候问题是就很高 侯友宜从黄复兴大会走了以后 我想请问侯友宜一件事情 你有没有谢谢那几个这样的支持 也是一通电话 打一通电话会有那么难吗 所以我就真正不知道 这个中间究竟发生什么事 就是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讲 韩国于多次北上距离 他竞选总度只有5分钟的时候 5分钟的车程 你走路你都走到了 不闻不问 这个就是他今天民调低落的原因 虽然本土派的愿意 站出来支持你 可是那你回报给本土派的 究竟那是什么 所以我不是说我批评侯友宜 而是说侯友宜一个要参与大会 人情世故都不懂 别人帮他安排思维 理所当然 谢谢两个字都没有的时候 等你一走 请问当事人做何感想 那今天7月5号 18时就是晚上6点 他们帮侯友宜进行 挺侯造势大会 王金平个人也应该花了不少钱 没有让侯友宜出过一毛钱 那换句话说 主场是王金平 可是他场子交给了侯友宜 我就想请问一下 人家都把主场交给你 好歹打通电话给你 落联络 你不能视为理所当然 因为是你在选举 王金平不选 我告诉各位 不选最大 但是当你的态度 你表示出来 都是不选最大的时候 那请问 那侯友宜怎么选下去 所以我就一再讲 国民党是不是帮侯友宜上个课 叫他专注这个人情世故 第二个我就发现 你侯友宜是一个不懂得 运用所谓3C电子产品的人 如果那是我的话 我所有的聚会 我所有的联络 还有让我所有的感谢的方式 我一定都把它上传到云端 我可以开启云端封城市吗 云端城市吗 让我能够多多跟这些接地气的人合作 这样你未来才有可能突破16%的限制 我每次的地方都会遇到 我的写真正的地方都会遇到 请问